各位,北京当局展开血腥镇压之后,市内的气氛今天依然非常紧张 长安街上不断地有弹劾来往,而军队就继续向阻挡他们的群众开枪 估计血腥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五千到七千人 现在我们就看看天安门广场受到军队血腥镇压之后 美国广播公司拍到的片段,由冯德鸿报导 在解放军开枪镇压天安门的学生之后,北京一片即正,变得好像死城一样 大批军队和坦克部署在天安门广场一带 很多坦克又开到附近的街上巡落 军队一看见有人聚集,就向他们开枪 军队一看,有人聚集 更久以前宫队没见过的人 毕elt机协议 凡创19 hag 军队一看见有人聚集就向他们开枪 大提攜機在天安門廣場升降 天安門後,可以看見直升機不停在天安門廣場上升降 而每當直升機降下,就有大批軍隊把直升機團團圍住 外面的人是無法自己見到他們在做甚麼 而在天安門廣場的另外一邊 即是建國門附近一帶 照早街上的行人和汽車 亦都是比平時少了很多 不過就仍然見到部分市民 在那裡議論軍隊鎮壓學生的做法 街上亦都有一些被銷毀汽車的殘骸 這個市民說軍隊入黑之後就開始上來打人 很多主要的街道都是仍然部門軍隊 市民就在前後圍觀和監視軍隊的同向 亞洲電視記者馮德鴻報道 而一批學生在撤離廣場的時候 向記者講述如何承受軍警粗暴的對待 再由馮德鴻報道 現在看到的是最後一批學生 在昨天撤離天安門的情況 當時已經是黎明時分 學生是由天安門向南面撤走的 他們走到前門大街的時候 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這些學生是戴著口罩 他們以為這樣是可以防備軍警的催淚彈 但是想不到軍警是用子彈和坦克車對付他們 這個學生很傷心不斷流出眼淚 其他人就向記者展示血衣和同學的傷勢 而學生見到記者的時候 終於是忍不住 向記者傾訴他們是怎樣受到軍警的對待 當我們離去鴻圖 PD刀勍員去披打給學生 術的讀者 和警員閉神 很多人都很准备 很准备 很多学生都被捕到地上 其他学生都被捕到地上 其他人都被捕到地上 政府是完全瘦的 完全瘦的 在学生撤走的时候 附近仍然是有车辆在焚烧 《亚洲电视》记者冯德鸿报道 我们是刚收到 美国有线电视台的一些 新闻片段的画面 现在见到的就是 在今天早晨的时候 有一个穿白衣的青年 单人匹马 是阻挡一列坦克车的情况 我们见到他 是一个人站在坦克车前面 是令到坦克车 没有日子前进 跟着有几个 他跟一起的人 立即上前 是把他拉开 外电报道 这个男人 曾经还爬上去 坦克车顶的 而他轻行是没有受伤 大家可以见到 一个中队的坦克 是一直向那个 离开这个广场的 那么军队展开 血腥的镇压之后 昨天是出现过短暂的平静 不过很快又再出现了 军民对峙的紧张场面 劉国华报道 昨天北京市内 还是一片混乱 在市中心附近的大街当中 有军车和巴士 着火焚烧 解放军不时开枪 赶散路上的人群 群众在枪声下 纷纷四散逃走 而学生和市民 就将中枪受伤的人 送去医院 在人民大会堂一带的 天安门广场上 可以清楚看到 几十架坦克和大批解放军 嚴震以待 他们虽然控制了局势 但是还不停开枪 而群众就慌忙走避 解放军后来排好队形 向前推进 地上满部车辆残骸和杂物 救护车就不断地穿梭来往 一些群众就想用着火的救伤车 挡住解放军的去路 士兵再次开枪对付 又有很多平民中枪丧生或者受伤 入夜之后天安门广场又见到学生聚集 他们高唱国际歌 而军队就不断开枪 打伤的人就继续送去医院救救 華州电视记者刘国华报导 上海方面市政府今早发表告市民书 劝谓居民不要上街 以免有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市郊就有120架卡车系驻站 车上是载满了河昌实弹的士兵 市民和学生接到这个消息之后 纷纷上街 在各主要的大路是架设路障 交通已经瘫痪 而部分学生就走到上去上海市的主要大路 准备拦截军队进盛 市内又出现了是抢救粮食的人龙 一位观众向本台投诉 说英国驻北京大使馆 并没有履行对保护香港公民的责任 这位观众滞留在北京的亲友 曾经向英国大使馆求助 但受到极不礼貌的对待 王庆周报导 他现在困锁在北京市内 现在安全就是安全 但安全的程度是去到哪里呢 就想求助注意北京的英国领事馆 但是他打到电话去的时候 怎料他们的态度很恶劣 只是说了一句话 我们不能帮你 就一声就收线了 那是有什么解释呢 我想知道英国领事馆 是需要有什么解释呢 就是他们的恶劣态度 我们想香港人知道 英国领事馆究竟会采取什么 就是保护回香港的人 是安全带回到香港呢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怎么可以出机场呢 另一方面 我们用电话访问了 在广州工作的香港居民孔先生 他下午曾经是跟在北京工作的同事通过电话 就是一个就是在北大宿舍 在教官宿舍的住的 是 他就说他那里 就是指尽入不信出 就是军队已经封了个门口 就是哪个出身呢 就用召开枪 还有他说那些市民 就是军队一发现那里有大声说些东西 还有喊口号 那些枪都已经立即向那边掃的 就是用那些枪召掃 哪里大声地说话 还有哪里眼的口号召掃 还有我呢 还有另一个同事呢 就是住在那个天安门那边的 在这个 那个 那个天安门側斜对面的那个 东家文行那里的 他就看到了天安门那边的东家文行那里的 是 他就形容 就是 看到那些人很惨 他亲眼看到那些学生 那些士兵对那些市民 其他人都召开枪舍 就是他亲眼看到有一个老太太 就是老婆婆 还有拖着一个小孩走不前 在马路上 被那些小孩召眼过去 他跟我通通的电话 突然间中断了 他都说那种情况 由于他那边 过了一阵他都打电话过来 他那边被人摄停了 就是北京那些电话 他公司电话摄停了 所以我就不要再 他要求我就不要再说那么多 就问口一点就算了 孔先生说 广州市民从香港传媒 了解到在北京军队正在学生 和市民的情况 他们都表现得很激动 在海珠桥 就是今天上班那些人说 就是海珠桥 很多的学生 就已经坐在那些车里面 就是那个桥的车里面 就拦了那些汽车过来 就是来往 就要求那些市民罢工 就稍微海珠桥 人民桥那边的交通众 真的很厉害 亚洲电视记者王庆舟报道 北京发生血腥镇压之后 全国几个大城市 有市民和学生是上街游行 以及堵塞交通 潘錦泉报道 据一些家民 刚刚在北京回来本港的旅客 北京今天的局面是比较平静 不过就仍然有很多军队部署 昨晚有人说会围大学 但是呢 今早我出来的时候 都不觉得有兵 或者有人静很多 今早好像没什么事 好像有些人可能害怕 叔叔躲起来 有些部队在那里戒備 有没有开枪 那里机场那里很静 很静的 而其他几个中国城市 今天就有市民游行 抗议北京政府 血腥镇压学问 市民的反应都说 这个政府不是属于人民的 他们是反对这个政府 现在 想去呢 他就有一个高想去 人们需要政府的 人家不理他 认为那个政府 已经不能够代表人民 那么你见到 游行示威的人 有多少人 杭州比较少了 比较少是大概一千 几百 几百而已吧 没有几千 就是早上的时候 凌晨到七点的时候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就很乱了 全部交通都阻塞了 就搞不清楚了 情况就是 现在很乱嘛 支持学生 支持学生 好好好 另外南京和沈阳 今天也有学生和市民 上街约行 而另一方面 有份参加天安门证作 但曾经在传出失去联络的 港大学生 鸣信成 今早是安全反对本港 他在机场对记者说 星期日凌晨四点多 离开天安门之后 是由内地的学生 护送他去火车站 搭车去天津 再回本港 他呼吁英国政府 和香港市民 进发业助救出 仍然留在北京的香港学生 他们在今次 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上 他们是作出很大的努力 这件事来说 我会觉得他们是香港百多万人 既然有百多万出游行 他们百多万的代表 这个是很具代表性的 他们能不能够安全回来呢 我会觉得 这个都是香港人的责任来的 雅德电视记者 潘感全报道 受北京局势的影响 本港股市 今天大幅下挫580点 再创股灾之后最大的跌幅 全日最低指数 曾经下挫超过600点 美市有趁低吸纳 才是稍微反弹 收市指数日报2093 成交22亿多 汇丰银行证实 下午曾经入市吸纳股票 而正于入人士就认为 后市依然是要视乎 这个中国局势发展 而联合交易所行政总裁 袁天凡就说 今天股市秩序良好 他不赞成停市 去哀悼北京的死难者 你大概怎么看 目前来说这个市 可以这么说 是完全是受到政治因素 尤其是北京方面 那个动荡的局势是影响的 那我就 我看后市来说 亦都是要视乎 这些消息继续下来 是怎样才可以决定 亦都是我相信 这个市是很情绪化 我看在一个政治市里面 我是很难去估计 它是什么水位是可以支持的 这个市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 纯粹是完全是 依赖人心的看法去向 去决定的市 在某个水平是有支持力 但是如果 从其他方面去看 香港市到目前这个水平 已经是相当偏低的了 今次这个下跌 是比股灾 不可以比较 就是一度就说 上一次跌 是有很多东西 是未可以防备的 今次来说 因为那个学运 已经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也都到过去这几个礼拜 已经有迹象 可能会有恶化的现象 那如投资者 也都是有一个时间 是给他们去估出手上的货源 或者减低的货源 所以我觉得今次 虽然间是有很多人 都或者会遭受損失 但是那个杀伤力 那个震撼性 不会及得上一次苦灾 就今天的市开低 其实都预料了 所以它开低了四百多点之后 就以后那个买卖 都是差不多逐个价位去做 那所以一般来说 都算很有秩序 和相当满意 但是譬如有些人 叫说罢工罢市 那你觉得这个是香港的 那我绝对不同意 就是因为香港 作为香港人 我想最重要是 保持香港的安定繁荣 那任何有选于香港 安定繁荣的东西 我自己觉得 都不值得鼓励去做 譬如停五分钟 十分钟 那些就作为一个 形式上的表达方式 那些我们都会考虑 港府为了舒缓中资银行 对资金的需求压力 上午动用外汇基金 在银行同业市场 是拆放出一亿九千四百万 由于中资银行在市场 中资银行吸纳短期资金 来应付存户的提款 隔夜同业策息 开市升上十二厘的水平 港府干预之后 回落到十一厘半 财政司扎克成就 不少的市民去中资银行 提款的事发表声明 中资银行是香港 经济体系当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说理解到市民的感受 不过大规模的提款 只会对本港经济 造成不良的影响 也都会损害向银行借贷的人士 他又表示本港各间银行 都有足够的能力 来应付问题 另外金融师林定国 就今天市民到中资银行 提款的事 也是发表声明的 他说他对这件事 是表示失望 认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林定国表示 理解市民向中国反应不满 但是这样做 对中国政府是起不到作用 反而是会令到香港 是带来了损失 不单只影响整个香港银行的 体系也都会影响香港的 国际金融中心形象 他又说这种提款情况 是会直接影响 向中资银行借了钱的人 所以呼吁市民不要这样做 他又呼吁提了钱的人 将钱传回到原来的银行 中银集团今天出现 很多人去提款 以及结束户口的情况之后 港府和民间的组织 都呼吁市民是要冷静 不要去擠提 以免影响本港的经济 原建国报道 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 王迪岩承认 中银集团今天是有擠提的情况的 有一部分存货 可能就是把到中银集团来提起存款 作为好像向北京施加压力这种行动 可能是会这样 但实际上这个事应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吧 我相信这个广大港澳同胞 都能从我们过去这几年 这个实际活动当中看到 我们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我们支持或者 出境香港的金融市场的环容稳定 作为我们一个很主要的一条指导思想 富金融市任志光认为 这么多市民去银行提款 会影响香港的银行体系运作 所以希望市民是要冷静想清楚后果 今早我们回来的时候 那个银行的同业市场的食口是很高下 是有些紧张的情况 就是资金的紧张的情况 那我们就是为了要 给这个银行的流动资金有充裕些 那我们就会注入了1亿9400万的 另一方面 立法局议员李柱明就否认 全港资源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 曾经叫市民去中银集团提取存款 他还呼吁市民不要这样做 那当然呢 我知道他们出发点是好的 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说 如果我们只是擠提中资银行 那带来一个压力 就等到中国领导人 希望他更快呢 就将他这个屠杀 这种行为就停止了 就跟学生对话了 帮助中国民主的促进了 那他的用心是好的 但我觉得后果呢 是对香港呢 是先毁灭了香港的经济 所以我很希望 如果是爱民主的 爱中国的 和爱香港的市民呢 应该全部呢 我希望他们 要明白他们是一个责任 就不要去擠提 因为这些恐慌的情况呢 你又去我又去 搞一下呢 就肯定会令到香港的经济崩溃 那我们未救到中国 已经搞坏了香港 亚洲电视记者 袁建国报道 那至于中资银行 今天有不少人去提款的情况呢 就由何杰山报道 在今早早 港九新界的中资银行 都排满人龙 等候入银行取消户口 或者拿钱 有些银行最多人的时候 有近千人 警方要在银行门外架起铁马 和家派人手维持秩序 在门外排队的市民说 他们提款主要是 不满意北京用血腥鎮压学生 和不想再经济资源中国 不过也有市民批评 到中资银行提款 会搞乱经济 我觉得昨天 那班人呼吁说拿钱 我觉得不太对 搞乱了 香港人很容易乱 澳门方面 全市中资银行 都出现提款人龙 最多的有近二千人 最少也有三四百人 一些排队的人说 他们是不满意 中国政府血腥鎮压学生 所以来提款 另外一些人 就因为恐怕出现擠蹄 所以争先来拿钱 而澳门中国银行 总行发言人就说 他理解到市民的心态 已经准备了足够的流动资金 应付这个情况 亚洲电视记者 何杰山报道 香港市民今天继续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 抗议北京政府的暴行 和悼念血腥鎮压的死难者 有些市民去捐血 给北京受伤的平民 有人就绝食抗议 也有人举行和平的集会 李瑞兵报道 虽然理工和浸会学院 都是在考试期间 但是两间学院的学生 都分别举行集会 表示不满中国政府 用武力镇压学生 在理工学院的追导会上 学生设置了灵堂 并且为邓小平和李鹏做了假人像 而浸会学院学生 就为北京的死伤群众默埃三分钟 又宣读声明 要求中国政府从北京撤军 他们还呼吁同学罢货三天 而在新华社香港分社门外 继续有十几个人 进行马拉松接力绝食抗议 也都有人在附近 收集市民的签名 哀悼在事件中丧生的人 另外今天继续有很多市民响应呼吁 到各个红十字会捐血站 捐血给事件中受伤的群众 其中有些上班的市民 还是请假出来捐血 他们都觉得这样做很有意义 就是我们在这里流少少血 上那流得更多 连命都不爱 为什么我们流少少不行 为了民主持有争取那么多 都流了那么多血 我捐出少少血都不是一点问题 我觉得 另外数千名基督徒及天主教徒 下午在遮打翻院集合 步行到维园举行哀悼大会 游行队伍由一部铃车 和素名神职人员带领 由中环遮打花圆出发 经軒尼斯道 新华社到维园 他们大部分头戴白布 或者在手臂上戴上黑带 神情缩目 沿途并没有叫任何口号 亚洲电视记者李瑞兵报道 教育署发言说 本港各间学校可以自由选择 以什么的方式来悼念 北京血声镇压的死难者 不过任何行动应该得到校长批准 和学生家长的同意 两国今早召开特别内务会议 出席的议员对北京当局 武力镇压学生表示震惊 他们呼吁市民用理智的方式 去表达意见 不要影响香港的安定繁荣 李瑞兵报道 出席的两局议员都表示 对今次北京的事件感到憤怒及震惊 还在开会时 为事件的死伤者默安一分钟 议员又对市民的感受表示理解 但是就呼吁市民要在不选去 香港安定繁荣的原则下 用理智的方式和负责的态度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议员亦都希望市民 可以从事件中理解到 一国两制的重要性 并且尽一切的力量 去保持香港现有的制度 和各种自由 至于有人建议在后日罢工罢市 立法局首席议员李铭飞就说 香港人可以用任何方式 去表达自己的意见 就是北京发生的事件 是用什么渠道的表现 是他们自己可以决定的 而两个议员在讨论了这件事后 就决定他们 就是任何香港人 参与任何活动 他们可以有自由去做 议员又决定要求政府 和英国驻北京大使馆 提供各样的援助 协助在北京的香港人返回香港 亚洲电视记者李瑞兵报道 港府宣布由于北京局势紧张 港都为信着是决定 延迟去伦敦的行程 港都原本一两天之内 就要去伦敦出席 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聆讯 但他已经是建议 将聆讯是押后 一批香港新华社的幹部职工 今天下午在新华社门前 向北京死难的市民献花圈 密切默埃辞议 将近一百个香港新华分社干部职员 在三点几钟 从新华社出来 手持一个写着 向北京死难爱国同胞致敬的 横額和花圈 放在新华社的门前 接着他们就排成一行 面向伊利沙白体育馆旁边的祭礼地方 默埃一分钟 之后他们就回到新华社 香港红十字会说 他们现在依然不知道 中国是不是会接受香港市民所捐的血 他们呼吁市民暂时不需要急于捐血 被北京 直至有明确的消息为止 北京中央电视台 在今天的五间新闻重复报导 今早已经是播出过的 中共和国务院 告全国同胞书 和解放军三总部 对戒严部队的慰文迅 说平息反对革命取得初步的胜利 又承认有人死伤 但就说死伤的人 大部分是解放军和武警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今早发表告全体共产党员 和全国人民书 说戒严部队执行命令期间 一再受到暴徒的袭击 隐无可忍才是采取果断的行动 又承认有人死伤 在平息过程中 戒严部队要进来最大努力 避免流血 但是极少数暴徒 致若网文 对戒严部队发动疯狂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 发生了一些伤亡 其中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 这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不这样做 暴乱就不能平息 那就要发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 这封公开信又说 这些行动 符合全国人民利益和取得胜利 依靠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的官兵和武警官兵 公安干警的英勇斗争 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学生的积极配合和支持 我们已经取得了平息败乱的第一步胜利 公开信说 一小撮动乱分子 仍然是富于环境 声言会继续震压 只要他们胆敢继续打乱下去 我们就同他们斗争到底 另外 解放军总参谋部 总政治部 和总后勤部 亦都是发表自家研部队的慰民信 华军队驱散天安明广场的群众 只是初步胜利 要求将反资产阶急自由化的斗争 灌测到底 在台湾 数以十万计的市民和学生 分别在台北、台中和高雄 是举行集会和政策 来哀悼北京被屠杀的死难同胞 他们并且对北京当局的暴行 作出强烈的抗议 台北学生和群众的集会中午 在中正纪念堂前面举行 与会的学生高举抗议北京血腥镇压学生 和哀悼天安门前民主斗士这些环颜 并且呼叫李铒下台 以铺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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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又即席发起捐款运动 支援北京学生 而在高雄 数以千计的学生中午 亦都在市内广场举行集会 他们举起历史死下了见证 和北京学生的血不会白漏 这些环颜在广场游行重唱歌 另外在台中 各间学校的万几国中学生 中午在省立体育场里面举行集会 哀悼北京的死难同胞 有些学生还跪在地下默哀 在天气方面 预测是吹和换的南至东南风 日间天气炎热 部分时间有阳光 今晚最多气温大约是27度 明天会回升到32度 现在气温是28度 湿度87度 各位新闻委员 北京方面有新的消息 会随时帮大家报道的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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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